嗨大家早来到中天气象站 早上代老师来告诉你最新的天气讯息 我们现在注意到卫星云图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很明显有云街的现象 从黄海到东海的部分出现 最重要是强的冷空气南下 由北往南而下来 由北往南而下来 在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台湾上空有一些高空的云层通过 但近地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有雨 中部南部天气晴 所以呢在这今天清晨的礼拜天的一大早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温度的形态来说 偏于寒冷 尤其呢在这北部地区 清晨的温度也都只有在海边部分 11度的低温 城市里面也只有在12度到13度的低温 温度形态来说在天亮之前寒冷 不过到了现在白天 你不要觉得温度要上升咯 因为温度还没有上升 最重要一点是冷气团的强度 在今天白天仍然影响台湾的上空 我们就来看什么 再来看一下色调强化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台湾上空的天气发展来说 最重要就是在于说 北方的冷空气的强冷空气的来价 而强冷空气呢 目前的话我们从地面天气图上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这个天气形态来说呢 随着北方的冷高压下来 主高压的中心位置还在华北的 到西北地区的位置 冷空气在这个周六的晚上的强度 是达到最强 礼拜天早上这个分裂高压 即将进入东海之前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一个属于温度偏低的状况 所以白天啊 第二天的假期 你往北走啊 温度状况来说还是冷搜搜 中南部上来的朋友穿着方面 一定要注意保暖 但北部的朋友到了中南部旅游 你会发现哇天气还不错 不过呢 风吹来冷搜搜 因为呢 还是受到了强冷空气的影响 南部地区即使到了今天中午 也不会超过20度 还有恒春半岛的阵风 一样是达到八级的强的洛杉风 在新竹的话 那当然九降风 一样是达到七到八级 海边的阵风都有在八 差不多九级左右的阵风 那我们的冷空气什么时候减弱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就到了今天的晚上的时候 第二天假期的晚上 高压系统将逐渐的进入到达 东海到黄海的位置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北东风 冷空气礼拜天晚上减弱 礼拜一的时候 整个高压已经往这个日本的方向 在移动 我们变东风了 所以周一气温深 而且各地来说天气晴 只有东半部地区 早晚有显地形性的云层发展 而到了礼拜二 最后一天假期 有没有看到高压走 我们风向变偏东南风了 中午的温度回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 北方又有点高压 不过这个高压什么时候下来 等到了三月一号 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 冷空气才会进来 北部东部有点雨 周四的时候呢 高压东移了 带进来微弱的东北风 不过温度是慢慢升 因为这个高压太弱了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高压又东移了 下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天的时候 温度形态来说 又随着风向变东风 气温的部分再上升 所以啊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注意的就在于这个礼拜天 这一天第二天的假期 你往北走 往东走 云略多 而且呢 温度状况在白天 仍然寒冷 北部的高温 仍然只有在13度到14度 上不去哦 到了晚上以后的话 随着到了八九点以后 冷高压它系统 整个东移之后呢 进入到东海以后 我们的温度在周日晚上会升 那到了礼拜一跟礼拜二的 第三天第四天假期来说 各地是天气晴啦 你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那当然日夜温差 相对的会非常明显 我们拿新北的这个温度来看 就可以注意到 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白天的高温 也只有在14度的高温上不去 晚上的温度呢 那维持在12度到13度 但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到 温度状况就开始上来咯 中午的高温可以到19 甚至到礼拜二的时候 可以到23度了 南部地区就有到256度了 所以几件事情提醒你 第一个礼拜天温度冷 穿着要保暖 第二个高山温度寒冷 穿着更要注意 第三个海边的风大 骑车的朋友要小心 第四个呢就是找出碗柜 穿着方面要保暖 还有一点更重要 长辈朋友心血管 及病朋友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身体 随时锁定中天细向站 告诉你最新的天气讯息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这一年没有化了 三十二年 也会有点反应